今次介紹的是一個傳統Y型公屋單位 扭齡都超過30年 不知道回生之後會是怎樣的呢? Jason 今次這個單位其實是一個怎樣的項目呢? 這個單位其實就是一個傳統的公屋單位 自治的 這個單位面積是544呎 原積三房單位 其實他們想的屋子盡量光亮一點 還有他們想的間隔的地方 令到那個尺寸上會適用少少 還有食用性高一點 那其實今次這個單位是一個怎樣的項目呢? 其實這個項目本身來說 會有少少少三千八角的 但它難處方面主要是飯廳和廁所外面的位置 會有一個斜牆 就比較難處理 它原本的分區比較亂 即是吃飯的位置和看電視的位置都會過分 所以這個設計 我們希望將所有東西分成正常的區域 其實我們從圓關開始已經做了不同的區域 令到很明顯 一入門口的時候已經分開了兩個不同的區域 入門口的右手邊就是一個廚房的區域 我們比較用了一些深色的顏色 而且不少的位置都用了不少的藍色 用不同的深淺度去分成不同的空間 至於斜牆的部分 設計師就用了簡單的家具修飾牆身 浴室外面的牆身有一組長短不一的層架 利用不同的長度轉角層板遮掩外眼的斜角 漂亮得來更好實用 而對面飯桌旁邊就訂造了卡座座椅 跟回牆身的斜度收口 天花還有一組燈槽 由飯廳一直延伸到客廳 美化了原則的缺點 客廳旁邊還預留一個空間 給互主放置多年的嫁妝 張木籠 廁所都會比較小的 做了很多不同的改動 例如放大了一邊的牆身 以及將洗手盤企桿的位置掉 使用上方便少少 另外洗手盤的位置 我們都會做了一塊圓形的鏡 有比一般的鏡櫃 壓迫感會沒有那麼大 廚房長身就用了深湖水綠色的細瓷磚 搭配深木色感覺上就會比較年輕 其實L型廚櫃最好處是 角位上比較難用 我們在設計方面 我們就在角位的位置 我們做了一個開口的位置 讓互主可以放一些包包碟碟碟 使用上就比較方便少少 這個廚櫃有別於一般L型直角 就會沒有那麼硬朗 整個線條上 為了真大客廳的空間 三間房的長身都向睡房入面移 其中兩道房門都做了暗門 空間感就更加大了 因為本身原色 床就會靠在左邊的長身 左邊的長身其實就是一個 捏龍的背脊 新的設計就是把床放在右邊 然後左手邊就做一個大的衣櫃 一方面可以做到隔音的效果 而又可以增加儲物量 哥哥就不希望用組合床 因為要爬上爬下去比較麻煩 我們都做了一個電動入壓床 下面會有相應的儲物空間 書桌上面我們都會有很大的吊櫃 亦都可以讓他擺放到不同的書 雜物 弟弟的需求都想多一點儲物空間 設計的時候就選擇了做一張組合床 去增加多一點儲物量 亦都可以令到那個空間感提升 在儲物空間上面 我們就不希望用一組十門很大的櫃 這樣去做 我們選擇了做一張玻璃的門 令到整件事就沒有那麼笨拙